武神主宰,第5689章,该你了,这一刻,整个冥界悸动,所有强者都呆呆地看着眼前纵横天地的三千大道,心中涌现惊涛骇浪。 一个阳间人,竟然掌控了他们冥界最强大的三大大道,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他们打死也不会相信。 那时,我的五月明道,五月明帝金木道,此道,乃是我诞生之时,与明界共鸣所融合形成,普天之下,理应只有我一人掌控,那小子怎么,还有我的炎帝之道,只长十殿炎罗,十道归一。 乃是我的独门大道,那小子怎会掌控?十殿炎帝也是变色。靠,这气息,不是老子的太古明石之道吗? 石荒大帝也是瞪大双眼。老子的明石之道竟然如此之强。纵横三千大道,比五月明帝他们的大道也丝毫不弱。 这还是老子的明石之道吗?石荒大帝难以置信地看着三千大道中那极其熟悉的明石之道。 他的明石之道的本质是猥琐,是苟且偷生,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可秦晨的明石之道,却是正大光明的坚硬,不屈,刚强,如同太古蔓延至今的一块丸石,任由岁月流转,光阴荏染。 我自窥然不动,坚若磐石。 作为太古明石所画,只长明石之道多年的石荒大帝,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大道之力竟还能如此可怕。 如此的恢弘,这才是明界真正的顶级大道啊。 结果被自己修炼成什么了? 不行,我也要变强,我不能这么继续猥琐下去了。 只有白隔蒸馏,搏击狂浪,我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成为明界最顶级的强者,受万人敬仰。 这一刻,石荒大帝内心激荡,有一种要仰天长啸,拼死而战的决心和意志。 哄,这时,一道可怕的气息瞬间掠过石荒大帝,就如同一盆冷水一般,将石荒大帝好不容易生腾起来的豪情壮志瞬间浇灭。 我的娘咧,老子刚才是在干什么? 要搏击长河? 搏击你个大头鬼,也不看看这里都有些谁? 石荒大帝经济看着远处漆黑之地中的明藏大帝,身躯不由的一个哆嗦。 只见明藏大帝目光冰冷,死死盯着死灵长河本源所在的秦晨,眼神中不负之前的淡定和自信,而是流露出来前一股所未有的争鸣和狠力。 三千大道?很好,真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掌控我明界的三千大道。 明藏大帝一步跨出,轰隆一声,他身上爆发出恐怖的神地威严,如同火山喷发,冲天而起。 本地终日打咽,没想到今日竟被燕卓瞎了眼,真是出乎了本地的意料。 不过,你区区一个阳间人,也想指掌我,明界死灵长河本源,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 冰冷声中,明藏大帝末地纵身而起,滚滚大道从他身体中激荡而出,他一拳轰出,瞬间将袭杀而来的诸多死灵石像震飞了出去。 浩浩荡荡的大道气息从他身体中爆发而出,化作千丝万缕的神红,足有成千上万道,纵横在这漆黑之地中,与秦晨释放出的三千大道交相灰映,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此刻的明藏大帝是终于怒了,秦晨的有备而来,让他终于感觉,事态的发展有些超出了自己的预料,当即不再隐藏。 那浩浩荡荡的万道之力,与秦晨的三千大道在这虚空之中轰然碰撞,瞬间形成了惊人的大爆炸。 轰隆!恐怖的冲击席卷开来,有一些靠漆黑之地较近的明界大帝在这股气息之下,一个个身躯震动, 面色骇然,急忙纷纷暴退开来。 而石荒大帝亦是在这股气息之下,身躯摇晃,体内本源翻涌,好似要炸开一般。 仅仅是一道气息而已,它便有种通体裂开,要当场隐命的感觉。 我踏马,石荒大帝张口就是一句怒骂,看着那漆黑之地中纵横的恐怖气息连一个哆嗦,算了,老子还是先躲一躲比较好, 万一被卷进去,死在这里就完了,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未来? 他身形悄悄后退,急忙躲在了其他明界大帝的后方,颤抖道, 所谓君子努力,十年不晚,我再等等,再等等。 他可以等,五月明帝等人在冥藏大帝的气息下,却是再也安耐不住了。 不能这么下去,傻!绝不能让这小子掌控我明界的死灵长河本源。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对视一眼,齐齐怒吓一声,封了班杀向核心之地。 而幽明大帝也是急忙跟了上去,轰隆隆。 三大四级大帝强者在这漆黑之地中奋战前行, 一道道的死灵石像被三人不断震飞,又不断继续杀来。 顷刻间,整个漆黑之地一片混乱。 死灵长河本源所在。 秦晨无视周围冥藏大帝等人的疯狂,他心神宁静,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的三千大道不断激荡,与死灵长河本源瞬间接触在一起。 轰隆! 一股可怕的死灵长河本源之力迅速与秦晨的三千大道之力交织在一起, 两股力量再不断融合,又不断分开,似乎进行着某种特殊的力量交换。 一道道特殊的冥界气息渗入到了秦晨身体中, 壮大着秦晨身上的气息,隐约间可以感受到, 秦晨身上达到了半步大地的力量,此刻竟是在明显提升。 但是,让众人意外的是,秦晨的三千大道之力却始终无法彻底与死灵长河本源融合在一起, 仿佛这两者之间有某种特殊的隔阂一般,根本无法彻底合二为一。 这小子的三千明界大道,无法与死灵长河本源融合。 五月明帝几人何等眼光,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不由的遗正。 明藏大地也是露出惊恶之色,旋即四世想明白了什么,当即便是大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我明白了,虽然你掌控了我明界的大道, 但你,毕竟是阳间人,阳间人的明界大道,如何得到死灵长河本源的认可? 你最多能借助死灵长河本源的部分力量,而无法真正融合死灵长河本源。 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真正掌控死灵长河,那又有何惧之? 明藏大地原本有些惊怒的一颗心,此刻瞬间平静了下来。 妈的! 吓人! 还以为这小子要融合死灵长河本源了呢? 原来只是样子祸。 此刻,五月明帝他们无比激动,秦晨是来自阳间。 如果是他们明界的强者,那他们估计都已没希望了。 秦公子,不会得到死灵长河本源认可的,放弃吧! 死灵长河本源只会认可真正拥有明界血脉的生灵, 否则你不管掌控多少明界大道和明界天地有多少契合, 也是不会得到死灵长河认可的。 此时宁木瑶也是叹息看着秦晨,眼神中有着遗憾。 因为这个结果,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只是秦晨先前的自信让他还抱有一些期望而已。 现在看来,一切的期望,果然都只是妄想。 放弃! 秦晨笑着看了眼宁木瑶, 宁姑娘是根据自己而认定的吧? 若我没猜错的话,宁姑娘其实也不是明界之人, 而是来自阳间。 宁木瑶郊躯一阵,难以置信看着秦晨,没有说话。 但他飘忽的目光,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情绪。 秦晨接着笑着道,因为宁姑娘自己不是明界之人, 虽然执掌死灵国度,虽然掌控名神气息, 虽然不受这些死灵石像上的攻击, 但这么多年来依旧无法得到死灵长河本源认可, 所以才会有如此结论。 我说得对吗?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宁木瑶苦笑道,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了。 秦晨笑了,当初秦某不小心碰到姑娘的手臂, 姑娘不会真以为秦某是个灯徒子吧? 宁木瑶震惊看着秦晨,难以置信道, 你那时候是故意的? 不对,你既然都知道了, 那为何还要尝试? 让自己陷入绝境? 宁木瑶不敢相信地看着秦晨, 他还以为秦晨是接触了死灵长河本源之后才发现这个秘密的, 没想到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秦晨笑着道, 因为自始至终, 我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让自己融合死灵长河本源, 执掌这死灵长河。 你的目的不是融合本源, 执掌死灵长河? 宁木瑶睁大了眼睛, 不仅是他, 远处正厮杀赶来的冥藏大帝等人也都惊呆了。 那死灵公主居然不是冥界之人, 而是来自阳间, 可这样的一个阳间人为何会在这死灵长河中还执掌死灵国度?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那秦晨的目的竟然不是执掌死灵长河。 死灵长河本源融合多麻烦? 就算是秦某可以融合, 所需要耗费的时间也是远超预期, 秦某之所以融合死灵长河本源, 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而已。 秦晨笑了起来, 现在这件事确认了, 秦某也总算可以放心了。 接下来, 笑笑, 该你了。 哄, 众目睽睽之下, 一道小女孩的虚影, 骤然出现众人面前绽放神光。